朱婷作为我国女排的核心 带领着女排姑娘强势拿下十一连胜 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 她一共斩获了13个MVP头衔 是实至名贵的MVP收割机 随着朱婷的成就越来越高 大家对于朱婷的私生活开始好奇了起来 朱婷的男朋友是谁呢? 一直在朱婷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是谁?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排球作为现在的三大球之一 影响力和知名度 一点都不输给足球和篮球 经过十一连胜之后 女排在世界排台的实力更是杠杠的 而朱婷、张昌宁、袁新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朱元璋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代名词 朱婷是名副骑士的世界第一主攻 张昌宁拱手兼备 堪称场上万金油 高美袁新月则是复工位置上的新核心人物 朱婷如今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 谈得出众的实力 让她成功地进入卒二期联赛 如今的朱婷在自己的体育事业上发展得非常不错 也迎来了自己生涯的巅峰时期 目前关于征战东教育会的女排阵容 朱婷是毫无疑问的大将人选 我们除了关注朱婷在赛场上的表现之外 对于她在场下的感情生活也是非常关注的 如今的朱婷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球迷们也希望朱婷能够尽快地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毕竟朱婷的队友张昌宁就是一边谈恋爱 一边比赛训练也没见人家耽误职业生涯 朱婷有对未来男友的四条标准 首先第一条必须是中国人 其次是孝敬双方父母 对方身高的要求是1米80以上 最后是工作稳定 这些要求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不过在球迷瞧手以盼的日子里 真的就有留言传出来了 朱婷的绯闻男友原来是中国女排的陪练教练李同 李同曾经征战过沙牌拿过冠军 而且她的身高达到了1米95 在女排中任劳任院 真的很符合朱婷的这四点要求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还对李同比较陌生 李同是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体育苗子 很小就被体校的教练选去练习田径 后来又因为个子高被排球教练选中 他在江苏男排打了六年的主攻 还跟随着江苏青年男排一起征战了2013年辽宁全运会 但是江苏男排的好苗子实在是太多了 主攻的位置也是人才积极 李同很多时候都是坐在冷板凳上 这样的处境让李同一直徘徊在坚持和退役之间 就在决定退役的前一天 李同却收到了前往中国女排陪练视讯的机会 李同那身高和臂长让郎平注意到了她 而且她啃吃苦爱钻研 这也成为了她成为助教团队议员的重要因素 因为缺乏经营 最开始李同常常扣球不到位 模仿劲敌友出辱 不服输的李同自己加恋 早到晚归成为她的习惯 作为陪练 李同需要模仿不同的对手主攻的特点 金阮景 木村沙芝 磕舌猎猎娃等主攻 被她模仿了个遍 包括前三排 后三和跳发都需要模仿 训练中国女排的防守能力 李同虽然不能上场 但是她的关注度却不小 记得在2015年的女排比赛中 采访的静同不小心捕捉到了她 她那出众的颜值 让她迅速在网络上走红了 被称为是女排队伍中最帅的男配练 那么为什么传出 她就是竹亭的绯闻男友呢 原来在去年 中国队和对战意大利的一场比赛中 中国队成功地击败意大利拿下了胜利 此时 我们注意到场边的竹亭 第一时间跑过去和一位男配练机长 两人还互相提了对方一下 而这个举动 也被网友抓拍到被传到了网上 球迷们看到之后 纷纷觉得两人相当的般配 甚至喊话让就地结婚 在赛后 竹亭还拿了一个最受欢迎球员的奖 另外还领了一只布偶 她甜甜地将这只布偶送给李同 所以这次之后 就有了竹亭李同谈恋爱的绯闻 本以为竹亭和李同是让我们磕得死死的了 然而央视的一段采访让我们塌了房 竹亭上了一档央视的电视节目 因为竹亭一直忙于自己的视野 在感情方面一直没有确定的信息 球迷们着急啊 于是在节目中 向竹亭提出了灵魂拷问 如果要在男男男足和男牌三个中 必须选一个作为对象的话 你会选择谁呢 竹亭的回答是 如果三选一必须选一个 那么自己选择男牌原因简单明了 肥水不流万人田 这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这时候 上海男牌的主力国手张哲嘉 突然向竹亭表了白 她红着脸表示能和竹亭谈恋爱 并且生孩子 肯定会给祖国排球发展做出贡献 其实 中国女排一直有 肥水不流万人田的传统 轮斗奥运会队长魏秋月 就和助理教练袁灵溪修成正果 而人近期刚刚升级做爸妈 他俩的神仙组合 得到了众多球员的祝福 如果朱婷李同这对精童玉女 能修成正果 必定会是排弹佳话 张哲嘉在男排里面 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 从他的回答里 大家可以看出 他对朱婷是非常佩服的 不光是专业方面 还有拼搏精神 以及顽强的心理素质 其实张哲嘉有着男排袁欣月之称 记得在排抄联赛上 张哲嘉是有伤在身的 但他还是以绝对主力的身份 帮助上海男排 成功未免了排抄冠军 收获了六连冠的同时 也帮助上海队 拿到了队史第十六冠 上海男排强势未免离不开 张哲嘉蓝攻两方面的贡献 张哲嘉以局军1.14个蓝网得分 高军联盟第一 25个蓝网得分 则排名蓝网榜第二 当选为排抄联赛最佳复工 是对张哲嘉实力的 最大认可和回报 虽然赛季短暂 但张哲嘉仍收获了79分 中国男排网上长城 真是名不虚传 话说回来 竹亭和张哲嘉 无论从身高和年龄上 各方面倒是还挺般配的 但是绯闻始终是绯闻 只要他们没站出来 确定恋爱关系 就无法正视恋爱的真实性 竹亭目前主要心思 还是放在了排球上面 既然现在担任了 中国女排的队长 他就必须要为此负责 所以说呀 现在的朱婷比 没有那么多时间 谈情说爱 不过最后还是要祝演他 能够早日寻得 自己的那一枚良人